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那边曾经试过倒升 但到晚上都跌倒升 昨天星期五是比较关键 因为这次事件应该没有很短期解决 甚至会否蚕食美国的资产价格 是否真的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虽然大部份美国的制造可能是最高端的一部分 其实贸易战算是制裁的 特别针对某个人做的事进去理会的问题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些公司是否美国完全没有受益 有影响呢 例如很多人都说有几样东西 星期五是正式征收关税的起日子 在当日国内用了一个比较细ID方法反制美国 但前一天宣布了600亿美国和中国输入贸易产品 好像不太对称 中国现在变成了一定是后手 很难提高了我针对你那一部分 大家会看到在这两件事之间 虽然我们也看到中国和美国一直都说有高层对话 但在过去半个月 即是真正关于贸易方面的事 似乎大家都想不太幸运对方 大家拿了个牌给大家一个姿态 无形之中你会发现这件事可能会继续维持下去 很一段时间 而且你会发现相当密集 以前试过很多次 包括你经常听 无论是在二战前的大萧条 甚至在80年代你见到和日本那个 你会发现他开始都是比较轻手 大家都会谈 但今次你发现都不听 就立即将这件事连到最严重的问题 而且你发现没有人能解决得到 还有一件事 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些历史去理解上星期发生的事 你发现星期六 可能在《谈留意财经》节目 所有人都告诉你 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这件事会怎样怎样怎样 但大家也要记住 一定有些事情会转变了 但还有一个问题 你看到以往美国所搞的左右贸易战 是一个长期性的针对 没有可能只是今年股市一塌 可能是整十年的故事 我们经常说九五年时日元跌下去 但大家知道港场协议是在八五年 美元的所谓金本位元跌是在七十年代 大家想想想 其间全部东西都是有很多东西 跟日本无量是汇率 制成品、产品、入口关税 甚至乎开放市场 这些全部都是很长远的发生 我们发现以往大部分都是美国赢 因为他不赢不会收手 所以大家要去看 可能这件事会比较越来越多 其他颜外之音甚至枝节 简单来说 美国人会比较习军 所谓是立体攻击战术 他不只是与你讲贸易 他会借助其他方法想办法 令你屈服脚 中国有几多痛脚给他握手 似乎相当多 几个想法 我们经常说美国国债的问题 国债可能被中国握住 因为他始终是最大买家 如果是这样计算 你何时才用这些杀手架 上星期美国提到600亿 大陆未有很大的回忆 600亿美元变成人民币 有很多钱 363千多亿人民币 会影响到多大层面 如果要令总统听话 就要令选民对他有影响 很多人都说是农业洲那一部分 为何不立即去做 中国仍然留住后手 看下哪一天 会对等地拉上去 可能有定期的国际性会议 上星期一G20会议都没办法经历 全部财长坐在这里 所有关于现时有机会发生的 全球经济危机都不敢谈 所以可能要等到5月 今年是5月或7月 一些国际性会议才有机会 大家会坐在一起 真的是两个最大的两个 应该是因为出事才会谈 所以大家要知道 现在看到美国股市 星期五还跌 大家都看到有个下跌 导致创了11个月新低 其实真的有大变化 似乎有些酝酿 3月份大家要小心是否变天的一年 有几样东西 财经节目 一定是用股市作为衡量标准 但我常常说 大家试想想 真是人生没有那么多过10年 如果你认为今次所说的所有事 会发生几十年 是否代表这件事 会令到股市一决不振 不会再升 真正的金融海盛 是否现在才会发生 但金融海盛可能不是一天解决问题 或是一天见到发生的问题 而是摊墙 每天跌几百点 大家不要太悲观 如果2008年金融海盛 大家聰明点 可能现在已经变了有钱佬 当日落到10,000点 不要听所谓悲观预测 等如反过来 我们在高位不断告诉你很危险 没有人理会你 但落到便会害怕 但落到最低的时候 原来你应该买的 结果还害怕了 还要扔掉 其实是否代表错过了10年机会 如果今次你当不会世界每日先 就算落到最低有便宜的 是否有这样的可能性 我觉得大家先让自己知道 原来是有持续的一些经济上的糾纷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大件事 让大家撿到某些机会 现在有一件事大家看看会不会发生 我们经常不敢说股市会大跌 但以往所有美国所搞的贸易战里面 汇率都有影响 大部分汇率都是跌的 因为你听到很多日元升值 所以现在美金正在跌 但美金财务有更加大的跌幅 上年跌了12% 我始终都会强调 它是升了上来跌的 由很低 金融海啸最低落到70% 上升到最高100% 升值了30% 上年下跌了12% 今年是跌几个百分比 还是跌上年一样多个百分比 都是跌十几个百分比 我们现在计算了 美元在今年2018年3月 已经接近每个月至少跌1.多个百分比 还未有反弹 即是12% 大家可以留意 美国加息一小时都没有炒过 还提早一天升上去 但前一天星期一跌完 星期二反弹回 都是反弹星期一跌的 星期三会再跌 我们看到美元还会再跌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究竟会不会有一些 试试多方面去看 因为刚才都说了 美国玩大国竞争游戏 它不会只与你玩一样 真是火烧连环 全部垃着所有火头 等于美元离开股市之外 离开美国二分钟 因为美元跌 美元这样跌 代表什么呢 一直以来台湾普的政策 经常想东西回到自己建立 但好像有点难度 所以看有什么令到他可以交换到这些条件 因为第一大家会看到 这个总统的确让你感觉到 他是只顾眼前不顾将来 但眼前的事情 有什么真的会令到他觉得可怕 大家真的要去竞猜一下 是否股市一直塌 他就开始害怕 当特朗普上台到现在 股市应该最低是17000点上去 26000多 升了1,000点 问题现在还开始 还未有太明提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美国股市也不单单是美国公司 很多海外公司在美国上市 它与其他国家有关联性 如果它跌的话 是否其他国家都会被动被拉下来 大家都要留意 你又看美国农产品方面 农产品方面一直说保护主义 但问题是农产品的价格也跌得很厉害 今年1月出现了很有趣的 美金一跌是什么东西都升 三大农产品过去那几年 就算有量化宽松刺激的时候 他们都上不了 你看到一路牛海低位 小麦大豆甚至玉米 但今年2、3月出现了很大的反弹 升了相当多 亦有试到去早几年的相对高位 但这次又发觉 其实很容易去理解 其实美国不只是科技大国 亦是农业大国 农产相对较少 因为他们种植面积相当大 可以维持到很稳定的产量 所以看到很多风吹雨打 惡劣天气 对于他们的影响 好像不是那么大 是否科技去到很高 但大家也会知道 这是其中一个美国想和特朗普反面的一件事 农产品的确是铁瘦州或中部 特朗普的铁岸选民的其中一块 是否会令到农民走去 白公请愿而令到总统收受 大陆说不可以放过你 都是现在来搞 大家可以拖到 大陆亦预了一着 借助11月的国际进口贸易博览会 搞到好像小博 每一个国家有一个特定地区 但美国是否不想你当我是大棒 我要做独特的一个 特朗普应该凌架所有东西 与中国自动合作 美国方面还有很多其他问题 Facebook有添加的单 事实上今次Facebook真是其差一着 这事引申了一个问题 在两年前欧洲已经开始觉得 个人资料放在某间公司 而且作为有情交换之用的媒体 即是我们经常说的新的 网上的大家继续沟通的媒体 大家可以想起 今次将这些资料 导致美国选举好似有问题 这件事不仅仅是有涉物问题 可能是牵涉到现在总统的一些 所谓之前搞的那一件事通膜的问题 而且罚单 美国今次开出来的罚单 事实上根本要Facebook破产五次都不行 其实是很荒谬的 怎会给到你 是否真的想拿一些交易 甚至乎这样死了 这件事又会提早发生 所以美国今次由贸易开始搞的事 可能里面会牵涉很多事件 马上陆续发生 现在相当精彩 可能是否下个月 你见到Facebook的执行官 走到国会要做见证 然后涉及到与特朗普本人 直接有关的一些选举问题 物证出来了 这个总统可能会出事 他会否将这些事 希望转移到外交或其他方面 令到他脱身 等于大家记得小布殊当日 他选完之后 其实他相当低望 很多人骂他 结果因为911出现 大家立即齐心 那些东西放在一旁 会否又有另一个问题 例如北韩那边出现某些东西 台湾那边有什么问题 甚至乎南海有什么 又要令到你两个国家 真的要埋身肉搏 所以大家就要看看 Facebook这关系 大家知道Facebook 今次涉嫌到接近五千万个 所谓用户的资料 而且里面有很多 他用来做政治选举实验 今次涉及那间公司 所谓劍桥的所谓统计 有些人说包括英国脱欧 整个欧洲有好几个总统选举 甚至乎美国总统选举 都有涉嫌在内 不可以说不关你川普事 大家要知道为何会有前因 来龙去蜜 我认为电视上也会报道相当多 3月份是正彩的月份 而且是一季结束 今个星期亦是最后一个星期 所以大家要注意 今个星期要留意GDP 因为星期五应该是负责 有假期 GDP美国第一季好吗 大家要留意 时间关系我们又谈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也谈过 拜拜